蔚来手机又出第二代了 Hello 大家好 我是橘子 这期视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 蔚来第二代牛腹 就是我手上这个 这个第二代牛腹它的价格跟第一代是一样的 仍然是6499元起 先来看外观 这个第二代好像跟第一代也没什么太大的区别 这就是第一代了 放在一起对比一下 一个是这个闪光灯 你看这个一代是外边一圈白的 二代变成中间一点白的 就没有那么的显眼 然后就是这个天际线 就是这个这条线 现在这个新款的话会位置更低一点 据说这个比例会更加协调一些 整体外观还是差不多的 这个模具没有太大的变化 第二代总共有六种不同的配色 那我手上这个就是松绿 然后这边也有三种不同的材质 包括玻璃的皮革的和陶瓷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正面的区别 这个是一代 一代这个曲面片确实是比较难用 很容易误触 第二代终于不用这个曲面片了 现在用到的是这个三星的6.82英寸的四曲屏 它这四个边框只是一个微微的一个曲面 就用使用起来这个手感 包括这个雾处都比第一代要好很多 然后这个屏幕的亮度比第一代更亮了 然后这个边框也变得更窄了 而且是上下左右都是等宽的 我们可以跟一代对比一下 一代上面的这个边框明显比两边要更宽 而二代的话四边都是一样宽的 所以二代它这个尺寸其实比这个一代还稍微小那么一点点 但是这个屏幕反而大了0.01英寸 在处理器的方面的话作为一个旗舰机 它当然是升级到了骁龙最新的第三代骁龙8处理器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重点就是拍照部分 也是我提前拿到这个手机去重点体验的一个部分 那么总的来说呢这个升级确实不大 尤其是长焦啊 跟上一代是完全一样的 用到的是索尼的IMX890的传感器 焦距是65毫米 这个焦距呢拍人像是比较正好 但是如果要拍一些风景的话 这就是写的不够长了 然后就是主摄这次呢 是升级到索尼最新的LYT-T808 这是跟那个OPPO FUND N30同款的 是一个1.43英寸的这么一个传感器 这次没有上1英寸的传感器确实是比较遗憾的 没有1英寸 然后也没有双长焦 这主要还是受限于它这个模具 因为没有太大变化 所以这个地方呢 其实是放不下新的传感器和更长的一个镜头的 那么虽然在拍照方面这个硬件升级不大 但是软件方面还是有不少的一个优化的 尤其是在夜景和人像方面的提升比较多一些 然后我也是提前拿了手机以后呢 就去拍了一些样张 这些都是我之前提前拍好的一些样张啊 完全是机内直出没有经过后期处理的 可以看到这个夜景部分啊 确实相比上一代更加的通透了啊 然后这个更纯净 画面更纯净 然后涂抹感更小 然后在夜景人像方面呢 你也可以看到像这个背景的曝光的准确度 还有这个虚化的表现 还有这个人物抠像啊 各方面的细节处理 都会有比第一代更好一些 我只能说这个第二代牛风 它这个拍照方的表现是中规中矩吧 肯定比不上那些影像的旗舰机型啊 但对于一般人来讲呢 应该也够用了 最后我来总结一下 就是如果你已经有了这个第一代牛风的话 那我觉得你确实没有必要去升级第二代 隔代升级可能会更合理一点 可能第三代的时候我们可以再来看一看 那如果你本身是没有牛风了 同时呢又打算要去换一个新的手机 而且你正好又是NT2车型的用户 这样的话呢 我觉得去买一个第二代的牛风还是挺不错的 因为它除了是一个旗舰手机以外 更重要的是车手互联方面的功能 给你带来很多新的体验 这方面未来还是走在前列的 它首先是一个UWB的钥匙 这个钥匙手机钥匙比蓝牙钥匙 可是要好用很多了 非常的灵敏 通过这个天空视窗功能呢 你手机上面的APP都可以 1比1的来到这个车机屏幕上面去进行操控 而且车机上面的控制 跟你手机上面的控制是完全不干涉的 是互相独立的 通过这个天空视窗呢 你也能够在行车的过程当中去看视频了 当然这个不建议驾驶员去看了 驻驾的朋友在开车时候就可以看视频了 就不会觉得无聊了 甚至也可以在这个中控屏上面去直接玩一些 手机里面安装的一些游戏 而且呢连接手柄同时用车上的这个7.1.4的杜比圈人生的音响 来玩游戏这个沉浸感就非常的好了 我更期待的是一个叫随车播的功能 我感觉非常的适合我 它可以在你用手机直播的时候 直接调用车的那个环视摄像头 去直播车外的一个风景 这样我在长途自驾时候呢 我就可以利用这个功能啊 去给网友们直播我车外的一个风景 相比用手机来拍摄呢 更加的方便 更加的清晰 也更加的安全 以上就是关于未来第二代牛丰的一些小的分享 如果大家觉得我说的还比较有用的话呢 记得给我点个赞 点个关注 拜拜 拜拜